我们来谈谈沉浸式简报 类似PREASY的效果 就是我们在简报的时候 置于一张大背景 然后利用ROM IN ROM OUT的方式 去来阐述某一个主题 叫我们阐述某一个主题 那在SQUISH我们怎么做呢 那SQUISH做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个状况 就是说 如果你只用这一个积木 你基本上是没有办法 放大到非常大 比方说我尺寸改变10好了 改变100次 这么大 再变就没办法变 那可不会再放得更大呢 基本上它有这个限制 那我们用一个小技巧 把这个放大的 那个次数或者倍率给它加大 那这个技巧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造型 在SQUISH这边 我们利用一个 画一个小 小点点 我们先把这个放到 非常大 非常大 放到基本上很难再大 然后画一个点 是一个小点点 就这么一个小点点 但是我们又不让这小点点出现 我们只是利用切换背景的方式 去把给它做 做 做 做轮替 轮替 在因为很快的过程中 那个小点点 我们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好那我们再来做 我们先把它切换成2 再切换成1 什么意思 我们把这个改成2改成DOT 这个是一个点 这是点 这一支是猫 这样可能会比较清楚 好 我们先把它剪成点 然后变成猫 重复100次 本来 假设我们没有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放到一定限制而已 那我们接下来看 100次 他突破了这个限制 这样是不是 我在弹 嘴巴的时候 他刚好是嘴巴 对不对 那如果我要是眼睛的时候 刚好是眼睛 那我们一开始 我们把它恢复到 一开始是100% 那我们假设这么做来讲 我们要弹眼睛 一开始我们是00好了 定位在00 100% 0 0 那 这样刚出来会在哪里 这个在嘴巴 可能我们要再往左边一点 对不对 要往左边一点 所以怎么样 我们的X要左边一点 我们给它定位到 -50好了 看看 这样就是刚好一个嘴巴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用广播的方式来讲 假设我要眼睛 那你就移动这个定位 眼睛是要下来嘛 对不对 那如果你要一个眼睛 我只要这一个眼睛 可能放大倍数要更多 那我们试试看 我们不要放大150次好了 放大150次 那我们的眼睛要这样下来 所以X X要在右边一点 所以右边的话 我们这边给它设100好了 Y给它设50 高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 移动错了 为什么 我们本来想要移上面的 结果呢 它移到下面 就表示什么 我们移动的时候 Y往Y50的时候 等于说我们往上提了 X是往这边提错了 所以我们要反过来 它是什么 负的100 Y要降50 不是加50 这个位置的做法 你要有感觉不一样 好 有出来咯 你看它放150更大 所以这个位置差不多 Y可能要下来 应该讲说 负的要更多 往下负150好了 试试看会不会 OK 有感觉了 好 快到了 那可能会 X再过来 负150 你就要去 微调你自己的 距离 另外一个做法是什么 那你也可以怎么样 利用什么 X跟Y改变多少 S改变多少 S改变多少 Y改变多少 这样子来做 那我前面一样是定位在00 我每一次改变它是慢慢 Zone in Zone out过来 我们改成-10好了 每一次都改变-10 150 150是很多 好 来看一下 好 你看它飞到下面 好 -10太多了 -5就好了 好 这个你自己慢慢去调 调到你要的位置 诶 有出来了 那可能 -3就好了 好 次数 这就出来了 这一颗眼睛 那我们可能说那 它往右边一点 好 你这个眼睛没有在真中间 所以X要减50 往右边一点 好 更大了一点 你看它就可以放下 这个是Rong in Rong out的感觉 当然如果你要回来 回来你自己 就是把尺寸改变成什么 -10 你也可以这样做 好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好 这个就是利用沉浸式的感觉 去做动画 好 你可以试着这样子来去做 那你也可以 在 呃 这里不建议用背景 背景的话 呃 也可以试试看 用两个背景来改变 你试试看看 做得出这个效果吗 好 这是Rong in Rong out的 呃 算是 特别篇 好 特别篇